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船有多大吗? 你见过比航母还要大上一大截的船吗?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大的船, 相信很多朋友们第一时间会想起航母。 确实,航母的确很大,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你知道吗?在全世界,除了航母这种大型海上移动工具, 其实还有很多种体积非常庞大的巨星的轮船, 它们航行在海面上,就犹如一个浮动的城市。 这只船上设有各种娱乐设施, 以及在陆地上无法实现的娱乐项目,非常豪华。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些庞然大物。 今天这期视频,解说员就给各位朋友们找出了, 世界上最大的十艘船, 带各位朋友们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海上巨无霸。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加订阅,以免错过精彩内容。 位列第十位的就是福特号航母。 福特号航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军舰。 特号航母的全长达332.9米高76米宽78米, 满载排水量高达10万吨,水面以上的高度, 大致相当于20层楼那么高, 是美国在意的第十一艘航母。 这艘航母于2005年开始建造2013年下水, 2017年正式服役,耗时长。 达12年, 造价约为130亿美金, 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航母。 福特号航母拥有78米宽的飞行甲板, 配备电磁飞机发射系统和先进的阻拦、装置。 整个航母大小可运载75架飞机和4539名人员。 该航母是由两座A1B核反应堆提供动力, 航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0斤, 也就是时速每小时50公里。 此外, 这座航母上的A1B反应堆的堆心, 使用寿命长达50年, 也就是说在50年内, 不需要为航母更宽堆心, 从而增加了寿命周期内的执行时间, 具有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 总之这句话就是非常大, 然而在今天的视频里, 这艘航母却只能垫底, 比它还要大的, 就是位列第九位的玛丽皇后二号邮轮。 这是一艘英国跨大西洋的豪华邮轮, 确切点说应该是一艘大型远洋班轮, 班轮也就是客船或者定期船, 简单点说就是定期开航的船舶, 性质就类似于公交车一样, 定期出发倒战下车, 玛丽皇后二号是世界上唯一一艘, 仍在服役的远洋班轮。 这艘船全长达345米, 宽45米, 高度达72米, 重达148,528吨, 吃水深度达10米, 满载排水量高达15万吨。 在这座船上设有15个餐厅和酒吧, 五个游泳池, 一个舞池以及天文馆, 还有各种娱乐设施, 非常豪华。 整艘游轮可容纳2695人, 但是船员就高达1000多人, 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油漆量, 但是为这座船的表面刷上油漆, 就需要大概300吨的油漆, 再有就是它的动力, 跟大多数的现代游轮一样, 玛丽皇后二号为电力推进, 但是这座船的中央发电机组的发电量, 就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供电量, 这件或航行在大海上, 就犹如一座小型的城市, 非常壮观。 第八个, 海洋和谐号, 海洋和谐号, 是由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建造的绿洲级游轮, 它是世界上第三大客轮, 它的总长度达362.12米, 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还要长, 出约50米, 宽约66米, 高约64米, 重达226963吨, 建造成本约为8亿英镑, 与大多数豪华游轮一样, 海洋和谐号上同样也配备了餐饮场所, 与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 这艘船分为7个街区, 包括中央公园和福桥, 船上还拥有2747间大小不一的客舱, 这些客舱可容纳5479名客人入驻, 全船的载客量高达6000人, 更过分的是, 在这座船上, 还是有一座拥有1400个座位的剧院, 和一个高达10层的滑梯, 甚至迷你的高尔夫球场, 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身处这座船上, 就犹如站在一个商业街的街道上一样, 整个就是一个浮动的城市, 那家伙非常巨大, 第七个, 海洋交响号, 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级邮轮, 这艘船的长度达361米, 高72.5米, 宽47米, 重达228081吨, 它的整体体积, 大约是泰坦尼克号的5倍, 它与上面的海洋和谐号一样, 同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经营的绿洲级邮轮, 海洋交响号的长度, 虽然略低于海洋和谐号, 但是海洋交响号的吨位, 总体要比海洋和谐号大, 在这艘船上, 配备有16个公客人使用的甲板, 以及22个餐厅, 四个游泳池和2759间客房, 它最多可容纳6680名乘客, 以及2200名各机组人员, 与海洋和谐号一样, 这里同样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 非常豪华, 登上这艘船就犹如登上了诺亚方舟。 第六个, 海洋奇迹号 海洋奇迹号与上, 面滴交响号与和谐号一样, 同样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 拥有和经营的绿洲级邮轮, 海洋奇迹号, 是该公司绿洲级邮轮中的第五艘,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海洋奇迹号的总吨位, 为236,857吨, 长, 度达362米, 船上设有18层甲板, 2867间客房, 可容纳6988名乘客和2300名船员, 总体大小, 超过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海洋交响号, 在海洋奇迹号没有下水之前, 海洋交响号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但是随着这艘巨型邮轮的下水, 海洋交响号的头衔被取代, 其实以上的三艘大型邮轮, 都是一个公司运营的, 大小都差不多, 除了以上的三个, 还有海洋绿洲号, 以及海洋魅力号, 都被列为绿洲级巨型邮轮, 这种邮轮主要就是用于从事度假, 旅行, 或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娱乐奢华服务, 邮轮的整体组织方式, 就像一个浮动的酒店, 上面有配套的接待服务人员, 整体来看, 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质的海上酒店。 第五个, TI级超级邮轮, TI级超级邮轮包括TI非洲号, TI亚洲号, TI欧洲号, 与TI大洋号等四艘邮轮, 这是一种主要用于运输原有的大型运输船, 这种大型运输船的长度达到了380米, 从船头到船尾的长, 度大约相当于四个足球场的大小, 它的总吨位达到了23406吨, 满载原有, 可达50万09484吨, 航行速度每小时16.5节, 预为每小时30公里, 这种大型邮轮是由韩国的造船公司建造的, 于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期间投入使用, 由于这种TI级超级邮轮太过旁, 比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更宽, 所以每次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 都需要进行压载航行, 否则这种大船便不能顺利通过运河, 还有就是这种超级邮轮的甲板, 之所以整个气成亮白色, 主要就是起到反射, 日间航行时照射在甲板上的阳光, 降低原油受热挥发出易燃气体的速率, 第四个,开拓精神好,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船, 建筑船, 起重船, 这艘船长, 达382米, 宽124米, 重达40万03千342吨, 排水量高达100万吨, 要知道, 即便是地球上最大的航母福特号, 排水量也仅为10万吨, 开拓精神号的排水量, 足足是福特号航母的10倍, 它是世界上总吨位最大的船,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船, 该船于2011年至2014年, 在韩国的一家造船厂建造, 到了2016年开始海上作业, 这个大家伙, 在作业能力这一块, 那是相当厉害, 它被称为海上的大力士, 之所以有这个绰号, 是因为这艘船上的主起重臂, 有48000吨重的提升力, 船尾的起重力, 也可以达到2万吨的提升力, 它专为大型油漆平台的单调安装和拆除, 以及创纪录重量管道的安装而设计, 主要用来铺设天然气管道, 或者移动海上的一些大型工作设备, 等等一些海上工程, 最初建到这个大型起重船的时候, 本来打算用两艘钢性连接的自行式超级油轮, 组合在一起, 然后利用平台将顶部安装成一体, 组装成一个起重船, 但后来由于缺乏合适的油轮进行改装, 造船公司只能自己新建船体,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么一个海上巨无霸从建造到下水, 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第三个,中海环球号, 在2014年, 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 最先进的集装箱船, 中海环球号的船身长, 度达到了400米, 宽58.6米, 重达187,541吨, 吃水深度为16米, 可运在19,100个标准集装箱, 和2000个冷藏点, 冷藏点就是冷藏集装箱, 主要用来运输水果蔬菜, 肉类和其他类似的易腐烂的货物。 整个中海环球号的船体大小, 超过了四个标准的足球场, 船身长度相比以上的,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系列邮轮, 长38米, 比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长67米, 但是这艘船的发动机就高达17米,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船部发动机, 在航行时中海环球化的最高航速, 可以达到每小时23海里。 这个大家伙于2014年12月从上海起航, 于2015年1月7日抵达第一个停靠港, 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 就在到达这里的第二天, 2015年的1月8号, 中海环球号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的地位, 被地中海航运公司的一艘大型集装箱船取代, 第一大集装箱船的地位就此落幕, 对了, 还有就是在这艘巨大的船上, 仅有23名工作人员。 第二个, 长泛轮。 长泛轮也被称为永远的王牌, 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 长泛轮的船体长达399.9米, 宽61.5米, 重达235579吨, 大约与1178头蓝金, 或者38780头大象一样重, 它以此刻意装载24000个标准集装箱,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 除了长泛轮, 还有长翼轮, 长刺轮等等一系列的集装箱船, 都属于长农一级集装箱船, 这里的长农, 指的是中国台湾省的长农海运公司, 2021年3月底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刺轮, 就是长农海运公司旗下的A级集装箱船, 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刺轮, 与长泛轮体机差不多, 船身长度也达到了399.9米, 当时由于船体过大阻塞了苏伊士运河, 导致全球航运中断, 陈四号在这里被困了将近一周, 短短一周的时间, 全世界的物价都受到了波动, 造成了航运史上最大的交通用度之一, 然而这艘长辞轮, 还不是台湾省长农公司最大的船, 最大的集装, 相传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长贩轮。 第一个,海上巨人号。 海上巨人号也叫诺克纳维斯号, 它是一艘56.6万吨载重的超级游轮, 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载重吨位, 满载时它的排水量高达65万7019吨, 满载后车的吃水深度为24.6米, 全船的长, 度达到了458.45米, 宽68.6米, 但是一个螺旋桨就重达50吨。 这个大家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自行船, 由于过于庞大, 导致它无法在英吉利海峡, 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航行, 该船于1974年, 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赫市建造, 1981年在日本横须赫港下水, 这艘船的原本的订购者是一名希腊人, 但是他在拥有海上巨人号三年后, 也就是在海上巨人号从建造开始, 还没完工之前, 这位希腊的订购者就因资金链中断, 将这艘船转卖给了香港的船王董浩云, 董浩云接手这艘船后, 将原本希腊订购者订购的, 48万吨水位的海上军人号, 架长了数公尺, 增加了8万7千吨的水位, 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游轮, 在那个年代, 这艘船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制造, 水面漂浮到了1981年, 这艘巨大的游轮终于完工下水, 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运输原油, 安全航行了七年后, 这艘巨大的游轮迎来了一次重创, 在1988年的5月14日, 海上巨人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 由于受到两亿战争的影响, 这艘大船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攻击并沉没, 最终沉没在海岸附近的潜水区, 到了1989年两亿战争结束后不久, 挪威的一家海运公司花费3500万美元, 购买了这艘巨大的沉船, 该公司将船打捞起来, 并拖到新加坡的吉保造船厂, 进行修复, 在经过大规模的修复后, 这艘船被改名为快乐巨人号, 然而挪威的这家公司, 在运营这艘巨大的游轮时, 并没有快乐多久, 到了1991年, 这艘船又以390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另一家挪威海运公司, 同时再次更名为亚类维京号, 这次转卖历经十余年的服务后, 到了2004年, 又被转卖给了新加坡籍的公司, 并改名为诺克纳维斯号, 该公司后, 将这艘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游轮, 改装成一个永久停泊的储游轮, 储藏原有, 到了2009年12月, 该船又被出售给印度的拆船业者, 2010年1月4日, 海上巨人号在印度被拆解, 到了现在, 只保存下了一个36吨重的船锚, 自该船之后, 全球再也没有一艘游轮, 有如此的再重量,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们, 记得帮解说原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